电解质与酸减盐,盐类的制备第二部分 那我们再强调一下盐类的溶解度 这边有一个简单的沉淀表 第一类,我们看到说如果是EA族的金属离子 锂钠角如色这一类的羊离子或氢离子氨根 事实上遇到任何的负离子都不产生沉淀 这个地方很重要,要请大家记一下 第二个,硝酸根遇到任何的正离子也是都不沉淀的 所以我们可以先熟记一下 那些是完全可溶于水的盐类常见的离子 那接下来要记得就是 以碳酸根而言,它很容易跟所谓的2A族的羊离子 也就是鎂离子、钙离子、疲美钙之类的 或者甚至贝离子会产生白色的沉淀物 或者是硫酸根遇到了2A族的贝离子、钙离子 或者我们讲的就是鲜离子 它都会产生白色的沉淀 比如硫酸贝、硫酸钙、硫酸鲜之类的 那所以呢,我们这边做一下整理 以碳酸根而言,跟鎂离子形成所谓的碳酸鎂 它是难浓于水的 那跟钙离子会形成所谓的碳酸钙 那跟贝离子,那就会形成所谓的碳酸贝 或者我们讲硫酸钙 那因为这里的沉淀反应很多 所以要记重点 就是哪些容易形成沉淀物 哪些是可溶的 所以这需要同学们 除了多练习、多看以外 就是要熟悉一下这个用法 另外呢,绿离子 其实只有特定的离子会跟它沉淀 譬如说阳离子的银或者铅离子 那这边形成叫做绿化银 那是白色的 另外是白色沉淀物 那这个绿化铅呢 也是白色的 一般来讲,如果没有特别强调来说的话 很多沉淀物都呈现白色的状态 那盐类的来源,其实分为三大类 我们很快的介绍一下 第一大类,酸碱中和就会产生盐加水 所以呢,以硫酸加氢氧化碑 一个酸、一个碱的情况之下 它就会产生水加硫酸碑 这是白色沉淀物 那它的反应是这样写给各位看一下 硫酸加氢氧化碑产生水加硫酸碑 那因为沉淀物难浓于水 就会写向下箭头 第二类的来源是锡酸加某金属 比如说活性大的金属我们都知道 跟酸作用之后都会产生氢气 这时候也会产生盐类 譬如铁袋或铁粉加了盐酸 只会产生氯化碑加氢气 那化学是我们写成Mg加2HCl 产生氯化碑MgCl2 最后还有氢气 所以这是盐类 所以活性大的金属 活性比氢大的金属 这时候跟酸作用之后 产生氢气以外 它附带的产物就是盐类 第三类是某锡酸跟碳酸盐类的作用 譬如说碳酸钙 碳酸钙是盐类的 它是大理石也就是灰石 它跟醋酸作用之后 醋酸钙加水跟氧化碳 那这个东西就是一般我们把 把鸡蛋丢到醋酸白醋里面 它就会分解 那里面的溶于水的成分就叫做醋酸钙 那会产生氧化碳冒泡 第二类就是一样的碳酸钙 但是加到锡盐酸的时候 它会产生氯化钙的成分 因为这个钙离子会跟 盐酸中的氯粒是作用 变成氯化钙 所以这是常见三大 盐类产生的来源 酸碱中和 锡酸加金属 锡酸加碳酸盐 给大家做个参考